爸爸和姐姐走后 妈妈也决定出门给孕晨买生日蛋糕 因为她也不太舒服 这两天拿个肤子 我想到外面去的话有点遮振她 我就说在家里弄一下吧 没有太多的时间 平常只有周末 等到周末的时候再带她出去玩一玩 孕晨我估计只能长一点点 因为有点辣肤子 不能吃奶油的 我尽量选不带奶油的吧 这个这个 刘思彦最喜欢草莓了 这是她的最爱 孕晨的生日大餐准备妥当 太爷爷 奶奶 爸爸妈妈 小姑 姐姐们 也都齐聚一堂 围坐在一桌 享受着团圆的欢乐 愿我们孕晨宝宝 健康成长 好吗 平平安 好不好 加油快乐 跟姐姐两个好好的相处 这些要浪的弟弟 你今天就生日快乐啊 这段时间 重庆父母在生活中十分和睦 在孩子面前也没有发脾气 这与之前经常打骂孩子的夫妻俩 有着很明显的对比 其实 在孕晨生日的前几天 宝宝抱抱抱专家团的余伟老师 特地来到重庆 帮助夫妻俩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 其实家庭小朋友不听话 好像听余老师说 都是一个共性 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作为父母 作为家庭每个朋友 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们的一页一起 都是孩子的榜样 如果一个好的氛围 应该是孩子 应该是会听话的 你同意这个观念吧 同意这个观念 你同意这个 你觉得其实孩子如果不听话 首先反思应该是我们家长自己 而不是说 先从孩子怎么找办法 让孩子听话起 用更长一个方式 打一顿 或者打得更重 或者怎么样的话 应许不是真的有效的 他刚才就是我打了一次 你就管一天 打了一次就只管一天 只管一天 然后你再过一段时间 打了一次只管半天 没错 然后最后打一次只管一个休息 在这个谈话中 对你有哪些启发 一个是 第一个是就是说 我们以为小孩 对我们大家的言行 需要一定注意 对小孩的教育方式应该注意 在心理专家余伟的调解下 重庆夫妻敞开心扉 说出了内心深处 暗藏多年的想法 妈妈似乎更加能够理解 爸爸心里的苦衷 而爸爸也意识到 自己一怒的情绪 会给家庭和孩子 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 其实那一次去了 就是主要是帮助 刘运辰的爸爸 他在潜意识里面 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 帮助他意识化了 然后呢 这样子呢 他就可能能够更好的调解 和缓解自己的情绪 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气氛 其实是孩子成长 最最最最需要的 宝贵的资源和卧土 远比吃什么更重要 远比孩子学到了什么更重要 你看当一个 当爸爸妈妈都特别紧张的时候 孩子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 他是会非常担心 也非常害怕 这种担心 害怕 这种恐惧不安 会直接带给孩子的 就是这种焦虑 孩子这种不安全感 可能会直接影响了 孩子成年以后的 方方面面的关系 和孩子的人格的关系 重庆父母一改前态 为孩子细心准备了 这次生日庆祝 晚饭过后 妈妈拿出了孩子们 期待已久的草莓蛋糕 给韵臣唱起了生日歌 对于重庆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 韵臣的生日虽然没有隆重的宴会 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朴实的方式 表达着对韵臣无限的关爱与祝福 儿子 现在你都一岁了 以后的路你勇敢地往前走 后面有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 保护你